十二月來到武林農場 入口處就有長達兩百公尺的花牆 城隍亮麗的方向萬壽局 就像是花瀑布般美麗壯觀 是季節限定的打卡熱門景點 但是工作人員卻發現到 有少數的遊客 為了要拍美照走進花叢 不但折損花木 甚至會影響生長 造成一小塊一小塊凹陷 就像是凸了一樣 嚴重破壞生態環境和整體景觀 從空中府看 長達兩百公尺的金黃色花瓣 如此壯觀的花鋪景觀 就在武林農場入口花園 當有微風吹來 還會出現花海波浪 一朵朵萬壽局上下祈福 飄散淡淡果香 淡淡的百香果香味嗎 對對對 非常芳香儀人 就覺得很想趕快來這裡 拍一張照流面 武林農場的芳香萬壽局 花海牆全台獨一無二 是多年生菊科 金黃色單瓣的花形 還飄散百香果香 平地少見品種 將了季節限定美景 連國外的遊客也深深被吸引 近幾年來成為打卡知名景點 卻出現一塊塊凹陷 像凸了一樣 嚴重破壞整體景觀 原區表示少數遊客為了捕捉美景 整個人踏進花叢中 甚至折損花木 影響正常生長 導致整片花牆出現一塊塊凹陷 呼籲遊客看到美景 千萬別攀爬邊坡拍照 不僅危險也已經觸法 最重可處一年以下 有期徒刑 最近從網東三台中報道